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烏采尼 在現代化的二十一世紀 還是有人在做皇帝夢 等著各國來朝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確定要缺席G20領袖高峰會 改派國務院總理李強來代打 彭博就分析 習近平除了故意給主辦國印度難堪 他跟美國總統拜登必不見面 這背後更反映著習近平他深深的皇帝情節 想要等著外國使節來見他 在這個消息正式發布之前 美國總統拜登就曾經表示 習近平如果缺席的話 雖然會讓人有一點點失望 但是仍然期盼中國跟美國 能夠有更多的溝通還有接觸 他跟習近平兩個人總是會見上面的 習近平上任初期以閃電外交鞏固了全球政治家的形象 他從來不曾缺席G20高峰會 這次選擇缺席9號到10號 在印度新德里的峰會是2012年來首度缺席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副教授 吳慕卵就指出 習近平很享受在中國接待外賓時的高高在上 他在金磚峰會上面也受到了特別的待遇 但是在G20峰會卻不可能得到這樣的對待 習近平缺席G20外界猜測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要留在中國 要解決房市等一連串的經濟問題 而各國主要央行的升級浪潮已經接近了尾聲 全球房市的復甦也開始蠢蠢欲動了 雖然商辦市場的行情還是冷搜搜 但是住宅價格的漲勢 預測將在明年如春風吹又升 過去一年半來 美國聯準會帶頭掀起了激進的升級潮 原本預期會戳破全球的房地產泡沫 但是除了中國 全球的房價卻是意外的堅挺 像是美國的房貸利率 隨著升級飆上了二十多年來的最高 但是全美的平均房價 從二月份就開始回升了 目前只比疫情期間的最高點低了百分之一左右 而根據路透調查 各國的房地產分析師 幾乎都比幾個月前更樂觀了 分析師在五月仍然預估 今年的美國房價會下跌接近百分之三 但現在認為美國房價的修正已經結束 今年的表現將會持平 那加拿大跟英國的房價 預估的跌幅就縮小了 澳洲房價更是渴望出現上漲 而房價唯一遭到下修的是中國 分析師在五月的時候 預估了中國房價將會出現反彈 但是在八月底調查的時候 預測今年房價根本就漲不動 不過路透的調查還沒有反映 中國官方最新的房市振興措施 中國的四大一線城市北上廣深 從八月底以來已經陸續實施了認房不認貸的政策 只要在當地你的名下沒有房產 就能夠享有首購族的低自備款 還有優惠的貸款利率 這使得剛剛過去的這個週末 看屋的人潮再度湧現 許多的建案甚至因此連夜調漲了售價 讓房地產業界開始喊 中國房市的經久飲食就要回來了 但是專家指出 截至目前為止 這些搶救的措施都只是小打小鬧 沒有觸及核心 中國房市想要真正得救 關鍵仍然是要取消習近平管控房市的三條紅線 要允許建商降價自救 讓整個市場自我調節 一棟棟新建案蓋起來 但是上海人卻只能大探 高攀不起 中國政府接連出招舊房市 緩解房產業危機 以及支撐經濟成長率 最新措施是鬆綁房貸降低利率 只是這樣就會讓人民更有買房意願嗎 上海人這樣說 其實說實在的 它不管出什麼政策 都不會達到老百姓心中想要的 那麼一個 一個就是一個點會觸動我們去賣房 彭博報導 中國大型國有銀行正在著手降低規模 人民幣38.6兆元 大約新台幣169兆元的住房抵押貸款利率 但是即使祭出寬鬆政策 房價還是太高昂 專家預期今年下半年 房市交易量仍然會持續下降 中國目前經濟前景堪憂 民眾也擔心如果買房 房價恐怕會繼續跌得不償失 雖然專家認為中國政府很快會公布更多松綁房市的措施 然而中國民眾不敢買房的情緒恐怕一時難以消除 近新聞 史放日周成為報導 Netflix最近有一部熱播的中國時章劇叫做偷偷藏不住 在現實的世界裡面中國的科技業跟金融業最近也有一些發展 就像劇中男女主角的感情一樣藏也藏不住 首先是中國的科技大廠華為在上個星期突然開賣新款的手機 MAT60 Pro 而這支手機呢 它不只具備5G上網的能力 處理器的晶片也被爆出來 是採用先進製程來生產的 儘管華為可以說是低調到不行 它不只沒有舉行發表會 在它的手機插上了SIM卡之後 也不會顯示4G或者是5G的字眼 官方的網站上同樣是沒有提到5G的 他們刻意不想要引發關注 但是華盛頓郵報就指出 華為突破了重重封鎖 推出具備5G聯網能力的手機 再一次凸顯了 美國對中國的科技管制存在很大的漏洞 中國有辦法去繞道求生 不過未來的劇情發展呢 恐怕沒有辦法像電視劇那樣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這樣的科技展示呢 勢必會讓拜登政府加強管制 彌補漏洞等於就是見光死了 華為轟動中國驚動西方的MAT60 Pro 到底具備哪些特色 可能會迫使美國加大管制的力道呢 首先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5G上網能力 那經過實測發現 新機上網的速度呢 超過350MB 完全符合5G的標準 在相同的網路環境下 MAT60 Pro跟蘋果iPhone14 Pro的上網速度 大致是相同的 這就代表華為新機搭載的 麒麟9000S處理器支援5G網路 除此之外 麒麟9000S採用的製程也引發了關注 根據專家的推測 這顆處理器應該是採用中芯國際的N加2製程來打造的 N加2相當於7奈米 不過也有分析指出 華為可能是採用了3D的堆疊技術 把兩顆沒有那麼先進的晶片組合在一起來達成更強大的性能 第三個突出的特色就是MAT60 Pro是全世界第一支擁有衛星通話功能的智慧型手機 即使收不到基地台的訊號 也可以撥打跟接聽衛星電話 直接超越了蘋果還有三星這些一線的手機大廠 除了華為新手機藏不住技術的突破之外 還有一件藏不住的事情就是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促使西方的金融機構紛紛退出俄羅斯之後 工商銀行等中國的四大銀行業者 填補了西方同業的空缺 提供俄羅斯銀行大量的資金 十四個月之內 對俄羅斯銀行業的曝顯大增了三倍以上 這就再一次證明遭到國際孤立的俄羅斯 背後還有中國來撐腰 美國的拜登政府跟西方國家 看起來就像是毒水壩的少年 還有很多的漏洞要堵住 才不會功愧一愧 深陷美國5G技術和晶片研發禁令的影響 一度淡出手機市場的華為 在8月29號拋出震撼彈 宣布開放預購新款智慧型手機MAT60 Pro 定價人民幣6999元起 約台幣3萬塊 9月3號即可到店取貨 中國很多華為的產品 搶購一空 但有些人更好奇 到底華為如何繞過美國晶片禁令 中國網友們等不及一探究竟 謎題描述 謎題揭曉華為使用旗下海思自研的 麒麟9000S處理器 有中國分析師大膽預測 華為在五年內回到年銷量一億台的目標 應該不難 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更大讚 美國制裁逼出更強大的華為 彭博記者仍提出質疑 而且據傳中國網民實測聲稱 MAX60 Pro已經達到5G標準 究竟中國是否突破美國禁令 華為拒絕證實 只說詳情代之後發布會揭曉 中國的經濟前景彌漫著悲觀的氣氛 而近幾個月來不止外資落跑 內資也是紛紛出走 拖累了人民幣一扁再扁 在過去的一年來 人民幣累進已經扁值了5%左右了 雖然中國官方最近是頻頻出手支撐匯率 像是強硬的抬升人民幣的中間價 或者是下調外匯的存款準備金率 但是人民幣目前依舊徘徊在 7.3的低點附近 而且投資人看衰了後世的立場 也沒有太多的改變 而根據彭博的近日調查 投資人就預估在今年底之前 人民幣的價位可能要下探7.6 這就等於要從現行的水準 再貶值至少4%了 將會改寫歷史的新低 這就意味著人民幣的資產 只會越來越沒有新語力 那麼無論是投資人或者是分析師 都認為中國官方想要提振經濟的信心 應該要大力的擴張財政刺激經濟 但是從今年的一月到七月 中國政府的財政預算收入 雖然成長了6% 但是總支出呢 我們可以看到不增反減 萎縮了4.8% 這就顯示習近平政府 他比起出手挽救經濟 他更在意的是穩固財政 在擴張財政支出上面 他是相當相當的吝嗇 那投資人已經看破中國官方這一個 靠著動嘴巴救經濟的招數了 所以彭博在八月底調查 有將近六成的投資人 對中國政府推行大規模的財政刺激 是不抱任何的期待 預期今年中國官方只會採取 溫和的針對性措施 而且大約有三成的投資人就認為 中國政府採取的任何行動 都會顯得為十一萬了 而且力度太小 言下之意就是中國經濟 可能已經沒救了 那只有一成左右的人 預期中國官方將會推出 如火箭筒般震撼市場的大規模 刺激經濟措施來振興經濟 中國經濟的現況到底如何呢 剛剛結束仿中行程的 美國商務部長雷夢多 他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業 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而中國的經濟持續放緩 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美國商務部長雷夢多 三號接受媒體專訪 直言中國市場和法規的不透明 讓經濟面臨更大挑戰 與其他經濟專家所見略同 最新中國經濟數據指出 中國工廠活動到八月 已經連續萎縮五個月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也比預期留下滑 加上房市惡化 消費者支出疲軟 信貸增長下滑 恐怕讓中國預期 今年GDP增長百分之五的目標 難以實現 習近平的皇帝夢還沒有醒 但是義大利的中國夢已經醒了 義大利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塔加尼 週日到訪中國 預計要停留三天 此行他最受關注的 就是要跟北京討論 退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問題 因為義大利從加入到現在 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經濟效益 激起了義大利國內 許多不滿的聲浪 不過塔加尼仍然試圖 不要激怒中國 強調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 並不代表反對中國 義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塔加尼 九月三號展開在中國的訪問 預期會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 並且一起出席 中益政府委員會 第十一次聯席會議 只至目前只看到 塔加尼到大教堂參加彌撒 參與立馬動墓碑 以及和在中國的義大利企業人士 見面的照片 對於此行所背負最重大 但也是最敏感又微妙的任務 就是可能要正式提出 退出一帶一路 卻是一點資訊都尚未透露 2019年義大利前總理孔帝簽約加入一帶一路 是G7第一個 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加入的成員國 原本希望可以振興經濟 但數字會說話 義大利對中國出口總額 在2022年是164億歐元 比2019年的130億歐元 提高26% 而相較之下 中國對義大利的出口總額 卻是從2019年的317億歐元 急升到2022年的575億歐元 增加了八成之多 要維持好關係 但陪本的生意還要繼續嗎 其實義大利總理梅洛尼 不只多次表示 無意繼續參與一帶一路 還曾經表態 要和台灣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推動更多雙邊合作 也許真正的重點不在於義大利 是否退出一帶一路 而是要如何退出 在房地產之後 中國的電動車市場 也出現了泡沫化的跡象 價格占趨於白熱化 美國的電動車大廠 特斯拉才剛剛宣布降價不久 又突然宣布 Model S還有Model X 在中國的售價要分別調降 百分之十三點六跟百分之十七點八 讓早買的車主氣炸了 發出了聯合聲明來抗議 要求特斯拉提供 終身免費充電等四大補償 特斯拉不斷的大降價 也引發了投資人 壓縮獲利的疑慮 特斯拉在上週五的股價 重挫了超過百分之五 中國的汽車價格占沒完沒了 特斯拉出很招大幅調降 高階車款在中國市場的售價 Model S降價百分之十三點六 Model X則降了百分之十七點八 這是半個月內再一次降價 讓外界大感驚訝 但投資人並不樂見這種情況 消息一出 特斯拉九月一號股價暴跌百分之五點零六 早買的車主更是極度不滿 發表聯合聲明抗議 大幅降價已經嚴重影響 車輛保值以及車主對特斯拉的熱愛 要求特斯拉提供 終身免費充電等四大補償 是挺有想買的衝動的 那個 看看如果首發 如果有預約 我會去嘗試去預約咬個號什麼的 亮紅色的車身超吸睛 特斯拉週五推出新版Model 3 即使意外的漲價了百分之十二 觀展民眾還是看得心癢癢 但是高階車款的大幅降價 在中國引發價格戰之亂 車主之怒恐怕沒那麼好擺平 近新聞時方日謝宏穎報導 前站247腰帶您掌握未來七天每天24小時的財經大事了 首先是剛剛提到的印度新德里G20零售峰會 中國今天已經宣布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會出席這場會議 代表外界期待的敗習會這一次不會發生 同時也為11月的APEC會議上兩個人能否會面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經濟數據方面中國8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將在星期六出爐 市場預期年增率將會由負轉正代表物價重返上漲 通貨緊縮的壓力暫時緩解了 但這主要反映的是激奇效應的影響 並不是內需的復蘇去帶動通膨升溫 在台灣的部分財政部將在週五公布8月份進出口的數據 預估出口將會連12黑 但是隨著庫存調整接近尾聲再加上外銷的旺季來臨 市場預期八月份的出口減幅 渴望進一步收斂到個位數 最快在九月份可能就會重返成長 休息一下繼續進轉全球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在星期天決定要撤換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 這是烏爾戰爭開打到現在 烏克蘭軍方最大的人事變動 引發了整個國際社會的關注 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列茲尼科夫 在烏爾戰爭當中 雖然確保了數十億美元的西方軍事援助 都是用於作戰 但是他領導的國防部始終沒有辦法擺脫 有關貪污腐敗的指控 使得澤倫斯基決心要推動國防機構的改組 以求展現新的氣象 烏克蘭的新防長將要由國家財產基金的負責人 烏美羅夫來接替 好 大家相信軍事管理也能應用在企業管理上嗎 一位前以色列跟美軍戰鬥機的飛行員 他在美國紐約開設了一家機構 利用F-35戰機的飛行模擬器 來教授企業主管經營管理 有記者就實際體驗了課程 發現這整個課程非常好玩又有收穫 坐進駕駛艙體驗駕駛F-35戰機的感覺 這裡不是電競中心 而是利用價值數百萬美元的 F-35戰鬥機模擬飛行器 學習經營管理 記者實際體驗後 第一輪飛行只得了1625分變墜海 經過教練知道第二輪飛行 留意激素控制在600節以下 挑戰拿到2000分以上 他們一直問我 Coby 為什麼會讓 伊斯蘭的飛行員 一位最好的飛行員 我會繼續說 在我的觀點 這不是飛行員 這不是技術 這不是人 開F-35戰機和企業管理 看似八竿子打不著 但都需要控制速度與採取更多風險 從以色列軍方退役的創辦人 在紐約開創了這罕見的 開戰機學習企業管理 參加這次體驗課程的記者表示 原本不相信軍事模擬 可以應用在企業管理上 但是實際體驗之後 發現既好玩又有收穫 看來開戰機和做生意 似乎還真有相同之處 近新聞 張玉潔 周成為報導 馬斯克的SpaceX公司 在烏爾戰爭當中提供了 烏克蘭低軌衛星通訊設備 讓各國都意識到 太空發展的重要性 亞馬遜的創辦人貝佐斯 他跟馬斯克的競爭 從地球打到了太空 但是貝佐斯最近 卻被亞馬遜的股東提告 股東們認為 貝佐斯跟亞馬遜的董事會 在發包數十億美金的 衛星發射供應上合約的時候 完全沒有考慮 馬斯克的SpaceX 就直接交給貝佐斯 創立的藍原公司 根本就是黑箱作業 想要自肥 美國科技業巨破亞馬遜 推出和馬斯克的星鏈計畫 競爭的古博計畫 要為缺乏可靠網路連線的地方 提供高速寬頻上網服務 並且在2022年4月 與藍原公司聯合發射同盟 和阿利安太空公司 簽訂史上規模最大的 發射載具商業採購合約 只是兩大富豪之間的太空戰局 戰火卻先在亞馬遜自家點燃 亞馬遜的一名股東 對創辦人貝佐斯 以及董事會提告 指責他們為充分積合 古博計畫衛星發射合約 就授權給貝佐斯 自己的太空公司藍原 合約價值數十億美元 有尋思之餘 且目前已經支付給藍原 5.85億美元 卻連一顆衛星都還沒送上太空 提告的股東還批評 就為了貝佐斯 自己想看馬斯克一較高下 亞馬遜不只砸大錢 要搶攻衛星網路大餅 還直接將最實惠的 發射火箭提供商 也就是馬斯克的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排除在採購流程之外 在亞馬遜真的可以依照規劃 在2024年測試衛星網路服務 在2026年前發射半數衛星到太空前 恐怕要先趕緊撲滅自家後院的火 金新聞 土一馬都高 王欣美報導 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加入進轉全球 臉書粉絲團 按讚分享 節目最後帶你到南極看冰川 進轉全球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